宝马男龙哥出事后,他朋友圈里的内容亮了,网友还使电瓶哥过断。 近日关于宝马碰撞电瓶车,车上男子持刀威胁电瓶车车主却被反杀的事件,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。 许多网友都在讨论,究竟电动车车主在发生冲突后,捡起对方刀具并对对方造成严重伤害,到底算不算得上市正当防围吗? 对于这个问题,想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案。 而今天,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爬一爬次次事件中的受害者龙哥,顺便看看出事后他周围的人又是怎样的反应呢? 龙哥今年36岁,脖子尚喜欢戴链子,身上纹满了纹身,可以说和曾经蛊惑子系列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几乎一模一样了。 龙哥早早地就出来闯荡了,早年还不满20岁的时候,因为偷盗被判了4年半。 从监狱里出来后的他跑到昆山闯荡,在07年因为敲诈勒索被判处了9个月,时隔两年又因为损坏财务被判了3年。 13年的时候同别人互捂,那一次是龙哥拿着刀把别人捅伤了,可奇怪的是,受害者居然谅解了龙哥,于是龙哥也没受到多大的惩罚。 在这整整整近一二年的时间里,龙哥有7年多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,可以说是精力丰富了。 而在此过程中,龙哥自然也结识了不少圈内好友。 如今龙哥出世,他的朋友圈可是炸开了锅,各位兄弟纷纷表达了对龙哥的惋惜之情。 有希望和龙哥来生继续做兄弟的。 。 有把龙哥事件归结到社会仇富上的。 还有不能接受这个残酷事实的。 以及为龙哥连续打了五个祈祷符号的好兄弟。 可以说,龙哥在昆山的兄弟们,那是相当的讲义气,一边沉痛缅怀龙哥的死,一边追忆龙哥的光辉事迹。 看到这一幕,有不少网友情不自禁地抒发感慨,还使电评歌过断。 。 如果不过断点,以龙哥的这么多兄弟,事情该怎么收成呢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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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